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歡迎 然後歡迎湯紫瑋大哥 在劇中依舊是陳鑄林城市長 當初導演說會讓他復活 果正在電影版當中復活了 然後歡迎小綠 歡迎小綠來到現場 歡迎 好的 首先呢我們要掌佑有趣 要敬老尊賢 先請在這個2011月20號 要跟大家見面 新天生音樂的導演朱淵平主導 以家長跟好朋友的身分 來立揮一下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好不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其實月薰跟我們 是我師出同門 我們是 他爸爸就是我們兩個共同的師父 蔡陽明導演 今天真的很高興來到這裡 痞子英雄我認為 今年過年 跑第一的電影 氣勢已經完全看到了 因為我家那兩個 一個讀高中 一個讀初中的兩個小鬼 已經開始跟我問 有沒有痞子英雄的票 我說你是從哪裡知道 你要看這個電影 他說同學都要看 我就知道這個戲要厲害了 所以祝痞子英雄今年 過年一馬當先 開一個大紅盤 讓台灣電影 有一個好的成績 在過年島 能夠打敗所有的電影 那我的新天生一隊跟在後面 第二就好了 不貪心 謝謝 謝謝 謝謝朱導 剛剛蔡導聽到朱導這樣講 對不對 他們家兩個都要看您的皮子英雄 那你們家三個 是不是也得看天生一隊了 我們家五個 是五個 連這個 爸媽兩個都要 是的 要請蔡導跟我們現場好朋友們先打個招呼 國片到了今年 有這樣的繁榮的一個過年的時機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 也很感謝有這些前輩在那邊支撐 才挨得到我們這些後輩 慢慢的跨進這個行列 一個過年有這麼長的時間 有這麼多好的國片 九天連假一天看一部都還有剩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支持國片 讓這個繁榮一直持續下去 有新天生一隊 有皮子英雄 還有友善者的樂 歡迎大家一起來支持國片 謝謝 謝謝 好 小輝姐要麻煩我們製片人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我們這一段時間宣傳到處跑來跑去 然後辛苦各位媒體子跟我們這樣在一起 那經過兩年半的努力呢 我們終於能夠在今天 再一次跟觀眾朋友近距離 的見面 不管是舊的電視版的觀眾 或者是新的電影的觀眾 我可以打包票這部電影 不會讓你們失望 然後我們很幸運 在國片這麼多累積之下 在現在這個時候來發表這部電影 那今天雖然只有17分鐘的搶先看 但是我相信可以在你們心裡 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那特別感謝祝導演這樣一路 他的支持跟提息不是現在這一刻而已 而是我們一路以來 不管遇到任何的問題 包括大家所知道的那個兩岸合拍 等等所有的困難 都是他陪我們一個一個度過 那我今天要藉這個機會真的非常 整個團隊都非常謝謝他 謝謝您 謝謝 要謝謝祝導 祝導的這個喬事情的能力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有任何的困難 祝導也會為了大家全面開戰 好不好 我們也要請陳俊玲組長 志偉哥終於 當初的時候大家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說不會吧 然後志偉大哥在電視劇就Ending了嗎 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蔡導答應的就一定做到對不對 要請湯哥跟大家一個問個好 首先想要說的是 匹茲英雄真的是天生一對 因為我們在這個電視版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哇 這個搭檔組合實在了不起 然後我們現在更想看到是怎麼樣 還有另外一個更奇妙的組合 那我相信我們看到一些片化 我們就已經發現到 這個真的是哇 了不起了 又是一個新的了不起的組合 而且海峽兩岸這樣子一個組合 哇 那真的是火花四射 那麼其實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蔡導這個天生慧眼 這個怕我 其實我自己本身還算是脾氣算溫和 竟然看到我的底層 其實我現在走到一般的路上 有很多人碰到一些年輕的小朋友 就說 欸 陳組長 有人忘記我的名字了 甚至還有年輕人就叫我 陳組長 罵我一下 罵我一下 所以這個電影中午要推出 自己心裡面有沒有很緊張 當然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電影的演出作品 然後也很開心 蔡導再給我一次這一次的機會這樣 是 然後我覺得應該會讓大家看到 有別於三年前兩年多前不同的 十一首的小路 對啊 請大家期待 是的 我們今天要不要請這個 蔡導邀請媒體朋友們跟影迷朋友們 我們待會一起進到戲院當中 先讀為快 呃 經歷了兩年多 呃 我們做了很多的嘗試 也打開了很多不可思議的視野 希望能夠撐開我們大家創作的想像力 也替觀眾帶來一個全新的感受 那接下來我們很多密集的宣傳跟片段 歡迎大家盡量來參加 來瞭解我們到底做了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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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次恭喜導演 恭喜小蕙姐 也要恭喜這個主導 我們那個青天聖儀隊 還有所有的影片朋友們 我們跟大家恭喜一下 因為從現在開始 讓大家一起進到這個皮筋 零首首部曲全面開戰 以及新天聖儀隊的感動跟刺激當中 下次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也要再次謝謝 我們所有的影片